監視器畫面清楚拍下 兩個孩子在人行道上 下一秒機車騎士 朝他們方向騎過去 差一點就撞飛孩子 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孩子回過身 機車就在眼前 他舉起雙手 這時騎士踩煞車 在孩子們後面的大人 就是親生父親 當場募集孩子差點被撞 身為爸爸他不能接受 差點撞孩子就在南投南洋路上 22號下午一點多 一兩歲的孩子跟國小一年級的學生 在人行道上 怎麼也沒料到 會有騎士朝他們方向騎 當場嚇壞 回到48地點 原來現場是機車行門口 人行道前端有機車停車格 車行員工貪圖方便 摩托車不是用牽的 而是騎在人行道上 那孩子在眼前 疑似根本不以為意 本來他是慢慢騎 騎到我們孫的頭前 他就用加速 看到我們孫子這麼自殺 這樣讓小孩害怕 這樣對也不對了 是每個香港要撞到的事 都要注意到 我也要拍照 我想說我也要給他拍照 警方說人行道前端停車格 停放機車沒有問題 但騎士應該人下車用牽的 不是催油門騎上去 已經接貨檢舉 會開罰600塊錢 針對這起事故 機車行出面道歉 強調以後 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TVBS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